7月9日,李线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《亲爱的》热爱的开播,不到半个月,李线的微博粉丝从开播前的400多万,暴涨到现在的1200多万,高冷的霸总谈起恋爱来,更是让人脸红心跳。 李线的长相气质,也很符合高冷霸道总裁的人设,一路看下来,不会让人觉得出息尴尬,反而能让人跟着一起喜怒哀乐,这也间接证明了李线的演技再现,有些人觉得是杨子带火了李线。 这部戏播得好,有更多的人能认识李线,我特别开心,很多人在说他一下子爆火,我没有觉得他一下子爆火,其实他一直在默默努力着,只是这部戏让大家更多的认到他,不被凝绿裹挟,李线心中对演戏保有一份滚烫的热爱,李线能火,离不开自身的努力。 李线来自湖北荆州,是当地第一位考上北影的学生,还因此上了新闻,2011年,他二的李线,出演万剑穿心,起点不低,但依旧不红,之后五年里,基本是无戏可拍无人知晓,那段时间无疑是难熬的,尤其是临近毕业的李线更加迷茫,但李线没有放弃,看大量的书和电影,钻研角色,从作品中可以看出,李线是在认真打磨角色的,也愿意为了角色付出全部, 背后是李线为了更好的贴近角色,锻炼健身,40天增重15斤,戏内的李线把大家迷得七婚八素,戏外的李线也很有魅力,没有什么绯闻,不会捆绑炒作,也不爱去综艺拉路人员,李线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,演好自己的剧,平时脚踏实工作,认真塑造好每一个角色,关键时刻抓住机会,才有了现在爆红的线男友,李线,希望迎来这波红币的李, 李线能保持初心,认真地塑造角色,如他所说,其实我现在才刚刚起步,被大家认可了一两个角色而已,但我想李线,是位值得期待的演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